接着看到2013年傅里乡时任乡长黄灵兰 率全国之先宣布认定平埔族是原住民之后 时至今日乡内大约是有2000多位的平埔族 只有200名左右的族人完成登记 而今天乡代会定期大会上 身为平埔族的代表林梦柔 就要求乡公所深入探讨 给予族人适时的协助 傅里乡除了水稻农产全国之名 事实上也是全县麻竹笋与建笋 栽助面积最大的乡镇 将代表林梦柔直询建议 向公所能重新活化 并推广副里乡的竹笋农产 除了水稻农产业为全国之最 多元族群融合共生的副里乡 早在2013年时任乡长黄灵兰率全国之先 为乡内2000多名的平埔族人证明 认定乡籍原住民 然而直至今日完成登记的平埔族人 却仅有200人左右 身为平埔族的乡代表林梦柔提出质询 要求向公所深入研究 并给予族人事实的协助 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推行这个 乡定原住民的时候 我就已经去登记了 那我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在政策推行上面的 可能不太够 所以很多的乡亲他是平埔族 但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怎么申请 或是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办理整个流程 那是不是在这部分就是 我是建议说请相公所 包含我们的复理护证事务所那边 来做一个通盘性的协助 就是与各村村长来了解 然后请护证事务所 昨天护证事务所也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会前例来协助做 仅扣族群权益直询的林梦柔 也关注原住民三菱禁法补偿政策 非原民持有的碧林地雀 秉除在位的外现象 另外相公所原住民人员 禁用比例认识问题 以及乡长江东城 一村一公园政见执行进度 政令宣导的强化 以及公文发送缺失等议题 依直询讨论 要求相公所再加以努力 记者是宇兰 傅里乡采访报导